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蘇蘇 这边是台七家弦 我右边跟左边去很棒的地方咯 你看我这边直接去乌林农场 但是我今天想去另外一边 就是太平山 我定是在太平山 所以还不知道 路上可以看到什么风景 什么景点 我就能说我超级开心来到这里 欢迎光临台平山 终于到土墙了 这边的特色是土墙车站 这边的理事对我来说好特别 所以我想要跟你们扶上 啊如果我说错了可以留言 让我知道咯 太平山阿里山把县山围绕去台湾三大林场 然后1924年从车的这个铁路在1979年结束营运 那时候这个铁路专门涌来 比如从太平山上下来的木材 然后一图长卫分解 分为三地线和平地线 后来夜间满可用的运输作业 后来夜间满可用的运输作业 后来着无关 甜点 多争 酒 中 喝 artistic 瓶 喝 刚 诶,我刚刚进去里面都没有肤浅哦 因为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要跟你们分享 这个先看我说要付150然后再提醒我说只要有三分针可以免费进去里面 然后我跟他说我是台湾人我当然有三分针 结果呢我给他我的三分针好吗 他让我免费进去里面就这样子 而如果你是外国人我真的不知道你也不要付钱 还是可不可以用你的居留针好吗 这个部分可以多多搜寻哦 听说它平常很容易下雨 然后很多路段都是多无趣 你们看现在的天气都蛮好而且蛮热的 我很希望老天一路给我好棒的天气 看起来今天浓密的山林区了 天池都好绿哦 看那些清脆的路面 看那些清脆的路面 真的让人觉得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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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终于到太平山中间,游客中心耶 这边都还怕爬上大约800公司 那为什么这边特别叫做中间呢? 因为哦,这边位于仍旧有浪潭之间 所以,出名为中间,蛮特别哦 然后,游客中心耶,提供游乐处的三光子 让你们更深入了解太平山的开发十一级四级风景 我超喜欢太平山的路约 因为哦,这边有开阔的风景 好棒的路线,还有很好的坡度 但是哦,我最喜欢游客上黄霸山了 我看那里都是上蓝碟醉,好美哦 你看,这边的视野极为辽阔 四座的空气变得更清新,真的很舒服 诶,好像天气突然改变了 现在没有太阳 然后,觉得有一点冷 有点害怕,会下雨耶 我以为从太平山游客中心到这里的距离很短 可是我去快两个小时拍到这里 没关系,至少我已经到 标高1285公尺的白铃 哈喽 因为哦,已经开始下猫猫鱼了 我担心等下会下超大雨咯 我好像没办法骑到太平山庄 所以你们算今天是 突上车站到白铃的挑战 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结束我的影片 对了,我们已经到白铃对不对 那我们不能透过白铃剧目 好,那我们先跟它搭搭火 再回台北吧 走 如果你们买这个倒汇完 那你们一定要停车 跟它合照一下啰 但是哦,在这里停车不太方便 所以你们要非常小心 你看它,好高耶 嗚 白铃剧目是一颗红柜剧目 来,我们先看它的资料 书中是红柜 然后书高是三四公司 跟车站楼一样高啊 送高纸巾是三四公司耶 这已经超级大了 要五到六个人 太难喝饱茶 再来,我们看看 树林寺 2500年 哇哦 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要帮我按赞 对了 一个赞就是一个幸福 所以我拜托 大家给我多多按赞 留言 把这个影片要多多分享哦 费了更多的影片要记得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SUSU Cycling Corner 好的,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